臨紅油 貼街照 當市道轉差 欠債、被追溯 都常常見到 不過 追到入福林門拍門 撒單張兼搗亂 就非常少見了 喂! 做甚麼? 喂! 做甚麼? 一會再賣 開熱半世紀的富豪飯堂福林門 因為隨福全對食物的考究 吸引到一班富豪光顧 大樓、鄭玉彤、李嘉誠、何鴻生 都是座上客 今年重奪米芝蓮一升 以為家族內鬥 元氣復原之後 生意會好轉 誰知武肺、限聚令以外 還遇上債仔追溯 拖累福林門 被貼街照的欠債人 叫劉益東 哄得第三代太子 徐德強 印卡片給他插腳入酒樓 他們在飯堂角落 做上品專櫃 專賣貴價貨 作為過時過節送禮的hamper 價錢過千至過萬都有 還做即食罐頭包 明特富豪深厚 不過賣成九百元一罐 和質素不成正比 很多客人吃過都令債頭 在富通金融做經紀的劉益東 入福林門當然不是想搞飲食 而是盯著背後的金融大茶飯 當時有人想借福林門的朵 當日8089華人策略 然後再炒起股票 據知市場上有兩班人士 聽到華人策略的故事 大手買入股票等炒作 但故事還未唱完 就有人先在市場上 偷步股售股票 違反市場秩序 Ben Lau除了被貼街招 還有人在銅鑼灣時代廣場 以仙女散花形式 大灑他的照片 他亦被人兩度執行加法 不過他只是負責代客拍車 幕後還有金主 故事要數到十幾年前 五哥哥仔徐德強 本來在尖沙咀I Square 搞福林門另一品牌 國福樓 但位置由於吊腳 客人不算多 Ben Lau主動穿針引線 安排國福樓搬到灣仔 黃月酒店地庫 但條件是要將國福樓 擠入華人飲食8272 而福林門不需要出一分一號 每個月穩賺管理費 所以徐德強一直深信Ben Lau 後來共同繼承副業的五哥徐沛君 和七哥徐惠君不和 為了爭招牌 五哥仔徐德強 就急需一大筆錢 就起七哥一半的股權 Ben Lau亦有獻計 最終華人飲食 營購了兩億可換股債券 說可以提供八千萬 到1.35億貸款給福林門 於是福林門由徐氏父子和華人飲食 各佔一半股權 華人飲食拿捏五成股份 打算拿出市場用資 但最終撤Q 後來華人飲食改向豬太借錢 於是豬太控制了華人飲食 外界以為豬太有泵水 招牌就更加sassy 其實豬太只是純粹借錢 徐德強一直要撲水 買回福林門股份 這個時候 長子大王陳鼎麗的財產 就借了二千萬給徐德強 還說想一起做福林門 當時有熟客 兼大哥提醒過徐德強 要戴眼識人 不過徐德強自此有金融背景 以為自己應付得來 最終都相信有錢齊齊賺 陳鼎麗參一腳加入福林門後 更加和Ben Lau 借福林門招牌 大搞肝貨生意 包括自行決定 在紅磡租落一個四萬多尺的廠房 製鮑魚、年糕、月餅等 不過成本就有福林門出 賺到的錢就齊齊分 最終虧是幾千萬 倒閉收檔 事實上 扒仔出身的陳鼎麗 帶客去東南亞賭錢 一千萬抽三百萬佣 的確找到 在中間人介紹之下 賣到鄭玉彤身邊 當年銅叔 和一班富豪老友 組成坐底會 當時陳鼎麗只是銅叔的榜友 幫手打兩鋪 和斟茶底水 受到銅叔的賞識 陳鼎麗的長子生意 接了不少新世界項目 亦都愈造愈有 由光頭塵 變身長子大王 新礦資源上市 同叔吹雞燦場 朱太大樓陳鼎麗等人 齊齊現身IPO 和娛樂圈都熟的他 不但和何麗傳 陳淑芬 甚至陳百強媽媽Friend底 還和張敬軒上契 打本給他開錄音室 當年上契 還在均嶽擺個45圍 有份出席的 有楊壽成 大樓甘比 蔡志明等等 背景更見多識廣 令到徐德強順到十足 合作幾年來 在澳門開分店 又搞上品尊貴 徐德強和陳鼎麗 的確有過一段蜜月期 不過陳鼎麗和華人策略的關係 非常迂迴複雜 華人策略用附屬公司 在13年 用23萬購入華人飲食 2000萬份認股權證 並且先後曾經在華人飲食 持股9.5%和7.9% 不過陳鼎麗沒有在這兩間上市公司 拋頭露面 反而她持有的上市公司 香港建屋貸款 在14年由劉奕東任職的 普通金融負責發可換股債券 而華人策略在營購之後 就變成大股東 第二大股東是中信資源 另一方面 陳鼎麗做大股東的 中國融保金融 這間公司的獨立非執董 林兆昌 同時又做過華人飲食 華人策略 和香港建屋貸款董事 幾間公司的關係千絲萬縷 這次被貼街招的劉奕東 也曾經是華人策略的股東 之前一隻殼已經試過被炒起 由四仙爆升350倍 吃過翻尋味 這次想借福龍門概念 兩年間 將華人策略由1元炒至15元 不過故事未完 家外人繼續掃貨之餘 但就有人先在市場沽貨套現 華人策略股價亦插水 另一方面 福龍門生意亦不爭氣 和七哥分家之後 七哥另起勞躁 不少熟客過檔 福龍門的生意已經大不如前 連大佬都不想給面 這位磅友光頭疹 福龍門熟客這樣說 食物質素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大佬根本不太喜歡光頭疹 知道對方參一腳入福龍門 就更加不想再去 不過以前童叔在這裡就給面他 大佬已經愈來愈少去光顧 連他妹妹和弟弟都跟大隊 轉場去嘉傳七福 福龍門少了大佬這個大客 估計一年因此而損失400萬 大佬的離去 福龍門再無傳媒守候 甚無人氣 他硬件福龍門 器用多個主廚 索性包起五個廚師做私家廚 自製五福龍門 福龍門元氣大傷 陳鼎麗移交來個回馬槍 向福龍門追債 以受害者姿態現身 這個反目過程 和當年和張敬軒高調上契 又反面又相似 關係好時就課金幾千萬 搞錄音室 都埋單又想欠荷包 反咬對方 兼扮受害者 陳鼎麗太太 當時向傳媒反咬張敬軒 她沒有尊重過我 本刊星期一到陳鼎麗 在麗頓中心的財務公司找她 她的助手找來保安請走記者 之後再打電話給她 一聽到一周刊 就掛斷電話 陳鼎麗小生 你好 我是一周刊記者 去你的辦公室那邊 十年前 徐德強大膽找外人借錢 無非都是為生意和欠福林門招牌 到頭來攬著招牌 徐德強將舊山頂道單位 兩家福林門向財仔和銀行按揭 時到今日 尖沙咀福林門計劃以1.8億放售 使全美聯創辦人王建葉都有興趣 這個持貨30年的祖業 隨時落入外人手上 辛苦接手家業的五哥 還因為省著每日過萬元的轉費 住不起港安 患上肺病都決定回家療養 當年爺爺創辦福林門 開店第一步才買入店位 不用賺錢挨貴租 可以專心做好食物 似乎這支歌仔已經不能再唱 八年前 徐德強以為有人借錢是撿到保 獲得福林門招牌的時候 曾經這樣跟本行說過 我知道平衡點在哪裏 就算我們和人合作 都不是被人入來指指點點 言由在意 如今卻是一場空 自願上吊的徐德強 飽讀詩書本來是聰明一名 但過去多年 試圖借空險的金融市場 被福林門翻身 但就越想金融捕獲 令到福林門招牌被玩殘 如今只能啞指吃黃年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香港一周刊 經營都非常困難 請你們支持訂閱 謝謝